明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月娥却因为利坤家贫困而想毁婚 女人不为所动地站着 看样子这个婚事结不成了 月娥坐着小三轮就回城里了 利坤呆坐在原地吸烟 思考两人的恋爱到底对不对 利坤30岁便是配种战俘站长 有文化还原原极家 也是全站公认的站长接班人 但因为家里是杀猪的导致性格自卑 一直不敢去追女生 这天利坤不小心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 实验材料撒了女人一身 而女人是新来的战缘小娟 为和她打好关系介绍的闺蜜月娥 利坤因杀猪的家庭问题留下心理阴影 对红色特别敏感 加上月娥的那清晨一笑 利坤瞬间对这个阳光的橘色女孩一见钟情 月娥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这让利坤以为月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毕竟对待孩子这么好 而月娥因男友嫌平爱妇和富家女结婚了 失恋的她处于空窗期 在娟子的措措和下开始约会 娟子说利坤虽然家里贫困 但利坤上进且有文化 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而谈恋爱时利坤因为酷爱文学 导致谈吐都很不错 月娥就以为利坤的家庭贫困是谦虚 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 月娥跟迷恋她的利坤提出赏婚 利坤当然乐意接受 两人在城里举办了女方家的婚礼 婚礼虽谈不上很奢华 但还算比较萌重 可轮到男方家的婚礼时 利坤的老家远在大山深处 必须要坐绿批火车 下车之后还要转车 坐小三轮才能到村里 这一路颠簸 月娥的脸上邪马的疲惫无奈 快到家门口时更是绷不住 院子里面传来杀猪的吵闹声 更是让月娥难以接受 别扭地把头扭到一边 在利坤的强行拉扯下才进了屋子 可是看着地下的猪血便连连后退 更是因为死猪的味道而疯狂想吐 但毕竟是初次回婆家 月娥还是强颜欢笑喊功 酒席刚吃完 月娥就吵着要回城 各种闲东闲西 利坤求月娥不要再办酒席这天走 会让她和家人下不来台 可月娥心意已决 说什么都要走 最终两人大吵一架 月娥一走就消失一个月 月娥回来的那天 也是利坤噩梦开始的那一天 老实人准备掐死处闺女 女人眼看就要领盒饭食 身边的儿子不停地喊爸爸别打了 这一生生爸爸逐渐把利坤拉回现实 最终利坤选择为儿子继续戴帽子 把女人甩向一边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这个儿子也不是她的 几年前利坤以为两人的婚姻 因经济而破裂时 月娥却说自己因为怀孕了 打算和利坤一起好好过日子 利坤没有怀疑其中有诈 除了上班就是回家照顾月娥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 即将做父亲的她心里很快乐 在结婚的八个月以后 利坤接到月娥生产的电话 急匆匆地往医院里面跑 丈母娘则被利坤不知道陪月娥代产 利坤很想说这跟她算的预产约份不对 可看着儿子和憔悴的月娥 利坤很快就抛之脑后 就想着怎么过好日子 可惜月娥生完孩子以后 经常用各种理由不归家 能半夜三更回家都算不错的 行为也是对利坤十分的嫌弃 为此两人没少吵架 月娥经常和各种男人纠缠不清 被撞见也没有避嫌 月娥只是说对方是她的同学 利坤只能一方面疲于工作 一方面照顾孩子的健康成长 还得找各种理由 为月娥的母爱缺席缘火 可惜只是包不住火的 利坤数次看见月娥 和一个西装男举止亲密 利坤无比的愤怒 月娥背叛了她 而月娥见瞒不下去了 摆好红门燕等利坤回家 月娥提出两人离婚吧 她现在很后悔被利坤骗婚 终究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下一切 你果子里就是个错误的人 你成不成 既然月娥都把话说绝了 利坤也就不顾及月娥的面子 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冤大头 当初很多男人追月娥 一个班26个男生 有21个追过月娥 月娥肯定谈了很多个 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吵完后利坤同意离婚 月娥什么财产都不要 她只要儿子 可利坤坚决不肯 后来经法院判决 利坤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月娥拿到监视权 本来就被月娥害得有心理疾病的利坤 因为离婚更加的严重 由爱生恨的利坤把儿子藏起来 不让月娥看儿子 月娥虽然做了背叛利坤的事 但她很爱儿子 利坤的做法让月娥发狂了 为了逼利坤交出儿子 月娥经常跑去利坤工作的配种战马 可非但没见到儿子 还遭到利坤一顿讽刺 月娥不甘心又在家门口赌利坤 两个人为此在家又大吵了一家 利坤态度很坚决 他认为月娥不配做孩子的母亲 这辈子都不会让她见儿子的面 但她永远玩不过月娥 老实人惨遭接盘侠 事后妻子还出轨 忍无可忍的老实人找到肩夫 想把他们都杀了 原本利坤真是一个什么都不干的所谓 面对月娥的步步紧逼 利坤能想到也就是带着儿子快跑 大晚上冒着雨冬躲西藏 可惜儿子还是被尾随的月娥 趁其不被偷偷带走了 利坤到处打听寻找都没有月娥的消息 精神备受折磨 病情发作了又不肯吃药 经常做事出错和无缘无故发脾气 一次直接把实验室都砸了 弄死了战里大力培养的配种雨 惹得同事们都对她有意见 利坤最近反常的表现 还让她失去了升级站长的位置 一无所有的利坤决定破釜沉舟 通过跟踪西装男找到月娥他们 原本想杀妻并带着儿子走 可最终利坤还是为儿子放下徒刀 谁知利坤抱着儿子前脚刚到家 后脚就收到法院传票 月娥为孩子把她告上法庭 虽然月娥拿出利坤写有想砍杀她的报纸 说利坤有暴力倾向 但法院认为不足以作为证据 只能择日再审查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利坤打官司这段期间 领导开会对利坤进行各种追责 决定辞退她 这简直给了利坤灭顶之灾 她深知没有了工作 就意味着会失去儿子的抚养权 为了儿子她放弃了男人的尊严 跪下来求死对头战长不要辞退她 可战长说风凉话地表示利坤档案被调走 她也没有办法了 利坤彻底绝望了 万幸在第二次审判时 律师帮利坤打赢了官司 没想到月娥却拿出了杀手锦 我儿子不是她的儿子 萧利坤不是萧莉的生死 利坤瞬间觉得入坠冰窟般寒冷 大脑开始晕掘 她强撑凳子起来想继续打官司 可最终还是晕了过去 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是 得知儿子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利坤崩溃了 养了三年的儿子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月娥把她的尊严踏成粉末 她把调皮的儿子踹出门外 可最后还是压抑不住父爱 又把儿子抱了进来 儿子被带走后 同事们本想拍倒一下利坤 谁知一个同事突然大哭不止 问自己穷就代表什么都错了 她的女友娟子英贤廷爱抚跟战长鬼混 利坤听完表示不愧是两闺蜜 都一样地喜欢出轨 利坤越想越气 跑去质问月娥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她哪里做错才认识月娥这个非人仔 月娥听完委屈地哭了起来 说自己以为利坤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现在来看也只是一个伪君子 让人把利坤打了一顿 那天以后 利坤整个人都陷入癫狂了 连家人也无法抚平她的伤痛 不敢杀生的她帮全村杀了猪 不会杀猪的她把猪都捅成筛子 娟子来到了家里 从包里拿出十万块钱交给利坤 说是法院判给她的赔偿款 月娥托她带来的 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娟子把实情全都告诉了利坤 和利坤谈恋爱时 月娥就和找她的前男友友好上了 脚踏两条船 怀孕后本想堕胎的她 在自己的劝服下对利坤骗婚 想让利坤当接盘侠 如今事已至此 她除了对不起也没有别的办法 娟子的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利坤彻底失去了理智 她连做梦都是想杀了月娥他们 鲜血染满这个泳池 利坤拿刀来到月娥家 站在窗外看到月娥正在为儿子吃东西 所有的愤怒全部涌上心头 正当她要下手的时候 儿子突然对月娥说想爸爸 儿子的话 恰好戳中了利坤的软肋 让利坤突然清醒了 这几年来她和儿子的感情很深 虽然如今自己不是儿子父亲 可儿子始终都是她儿子 尽管她对月娥因恨成仇 可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已经没有爸爸了 要是再没了妈妈 肯定要恨她一辈子了 最终利坤转身离去 把杀猪刀丢进河里 利坤为了儿子放下了仇恨 也给了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 本片名为杀戒 虽然结尾假到让人不敢相信 但也告诉我们 你可以爱上一个美女 但你不能爱上一个幻想当公主的美女 那样只会自取其辱 真以为跟孩子性就能获得真爱 整个故事现实又无奈 原本一个对婚姻充满美好愿景的有为青年 却遭受了背叛和欺骗的双重打击 逼到她丧失了最后的理智和底线 也失去了一切 还好最后放下了复仇的执念 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 俗话说好的婚姻千篇一律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恋爱和结婚首先需要诚实 带着目的和欺骗性的婚姻 又怎么能够幸福下去 最终只能走向悲剧 而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悲剧又有多少呢